大家好,我是亚新 说到王阳明,我想我就不用过多介绍了吧 他是新学的创始人 那么在王阳明34岁那一年呢 他因为看不惯宦官刘锦 擅自主权的行为 就想明武宗上书建言 刘锦知道之后呢,非常的生气 自然,我们想啊 王阳明的下场也不会太好 果然呢,这个王阳明就因为 劝劲被打入了大牢 仗则四十大板 对于这种刑罚 那身体不好的人 这四十大板相当的厉害 一般可能当场就死亡了 他也算是运气好 没死活了下来 可是呢,刘锦并没有想轻易的 就这么放过他 两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是想尽各种办法 是明里暗里啊 给王阳明穿小鞋 就想搞垮他 直接呢,后来就把王阳明 点到了贵州的农场 去做议程 那么就这样 34岁,两年之后 36岁 36岁的王阳明 踏上了去贵州农场的路 而王阳明的一生呢 也就在这里重新谱写了 在《阳明先生年谱》里 有这样两句话啊 说,蛇灰枉粮 《古独帐地》 我们从这八个字,哎呀 我们就太能够想象出来 当时这个农场是一个多么荒凉的景象了 而就在这呢 王阳明做了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活下来的 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 这个能够活下来 简直就是比登天还难 我先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吧 在农场的某一天呢 王阳明呢 看到了三个从京城来的人 这三个人是一个官吏 然后带着自己的儿子 还有随从 他们可能是路过这儿 就找到一户人家暂时先住了下来 王阳明呢 本来想去拜访一下这三个人 毕竟是从京城来的嘛 打探一下看看京城最近又有什么动向也好啊 或者是出于其他的心情也好 可是这个时候呢 天空不作美 瓢泼大雨是哗哗而下 那没有办法呢 只能是明天一早再去 可是第二天一早 当这个王阳明派人去通报的时候 回来的人却说 这三个人都走了 而等到中午的时候呢 就有人来告诉王阳明说 说在这个蜈蚣坡的下面 死了一个老人 旁边呢有两个人哭得很伤心 后来第二天又有人说 说不是 不是死了一个老人 说蜈蚣坡下面啊 一共有三具尸体 那么这三个人呢 没有错 正是从京城来的这三个人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啊 你看两天的时间 三个人都死了 很显然 我们不管是水土不服 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那么这个地方的环境 很显然是一定不怎么样 那我们再说王阳明啊 王阳明呢 这个时候呢 他呢 想带着随从去给这个 把这些人下葬 因为入土为安 可是随从们呢 却很不情愿 王阳明就开导他们 说我自从离开父母 来到这里两年的时间 你不管是障毒啊 还是这种环境的这种恶劣啊 你看我都活下来了 我都坚持下来了 那就是因为我的心态好 而为什么王阳明的心态好呢 我想总结一点 就是因为他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把那些欲于不得志的处境忘掉 不去想他 然后重新开始进行于其他的地方 王阳明刚到农场的时候 整个农场很荒凉 也没有房子 没有房子就没法住 没法生活 那怎么办呢 自己动手盖房子 他还将自己新建的这个小木屋 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和陋轩 又在这个小屋子的附近呢 哎 修了一个小亭子 叫做君子亭 而且呢 除了这个建房子 修亭子之外啊 他还干了很多其他的事 他还开办了一个类似于学堂的地方 还在山上挖了一个洞啊 这个洞叫做玩一窝 把自己知道的呢 都交给来这里学习的人 王阳明的心学 其实关键就在于 他能够把心做到极致 什么叫把心做到极致 就是把心态放平 不去在意太多的 得也好 失也好 保持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一种生活的心态 其实在他的身上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对于生活的不服气 当然还有很多那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而我们现在呢 我们当我们在面对社会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被这种压力逼迫着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他们情绪不好 他们很消极生活 他们甚至是慢慢的变得自闭 变得抑郁 甚至走上了自杀的路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从刚才的故事当中 我们从王阳明心上 我们去学到他那种乐观的心态 可能处境不好 但是我们换一种心态去活 可能现在我们并没有取得成功 但是未来的成功 其实有可能就在不远处等待着我们 当我们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我们换一种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想或许结果就会不一样了 我今天的视频分享就是这些 如果说你有自己的心得感受跟体会 也不妨在我的视频下方 或者说留言私信跟我共同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